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國防部長訪俄首日 俄兩座發電站被炸 要大反攻 破百萬烏克蘭戰爭難民陸續回國 美國防外洩情報 俄宣稱假賬號僅1%被抓 專家認為誇大但很嚴重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17號 星期一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國防部長訪俄首日 俄兩座發電站被炸 週日 4月16號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開始對俄羅斯進行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中俄之間不斷深化的軍事合作表示熱烈歡迎 但靠近烏克蘭邊境的比爾哥羅德州人沒有那麼興奮 當晚兩座發電站遭襲擊 造成數千人斷電 比爾哥羅德州州州長16日晚在Telegram帖子中確認了這次襲擊 在比爾哥羅德市和比爾哥羅德地區 民用設施發生了兩起火災 他說 並補充說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據巴雜媒體報導 被摧毀的發電站位於伊古門卡和德拉共斯科 這兩個村莊距離比爾哥羅德市僅幾英里 此次襲擊導致比爾哥羅德地區數千人斷電 比爾哥羅德地區面臨著來自烏克蘭的斷斷續續的無人機和導彈襲擊 儘管其規模遠遠小於俄羅斯對烏克蘭數十個城市的定期轟炸 此次疑似 襲擊正值烏克蘭準備進行仿擊之事 烏克蘭情報局長布達諾夫少將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表示 俄羅斯西部出現了許多不尋常的爆炸和火災 這其中大部分不是偶然的 俄羅斯火災不斷 他承認 烏克蘭正在付錢給俄羅斯破壞者 讓他們破壞或摧毀關鍵的基礎設施和物流設備 以減緩莫斯科進入烏克蘭東部的供應 烏克蘭在冬季一直在為春季反攻做準備 但反攻的確切時間和地點尚未公布 而俄羅斯也在積極尋求支持 俄中高級官員之間的會晤引發進一步的猜測 即隨著烏克蘭戰爭的繼續和與西方的關係惡化 兩國正在尋求更深層次的軍事合作 李尚福16日會見普京時說 中俄關係比冷戰時期還要好 且雙方關係已經邁入新時代 李尚福還將和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討論防務領域的合作 以及全球和地區安全問題 邵伊古17日還向普京報告了太平洋艦隊的演習情況 在國家電視台播放的鏡頭中 邵伊古稱 演習的目的是提高武裝部隊在海上擊退潛在敵人的能力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簡稱ISW 在其對烏克蘭冲突的最新分析中表示 俄羅斯的太平洋海軍艦隊可能缺乏必要的戰鬥力 根本不構成威脅 ISW說 克里姆林宮很可能打算利用太平洋艦隊的戰備檢查 試圖在5月7國集團舉行峰會之前 阻止日本對烏克蘭的進一步支持 ISW評估說 目前俄羅斯軍方不具備威脅日本的條件 該支庫在之前的報告中曾分析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第40和第155海軍步兵旅 在烏克蘭東部敦涅茨克地區的戰鬥中遭受了嚴重損失 要大反攻 破百萬烏克蘭戰爭難民陸續回國 烏克蘭難民四散在歐洲各國 但有數據表明他們正在陸續返回家鄉 外界猜測可能是為了重建家園 或想要為戰場上的烏軍盡一份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引發了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 超過800萬人逃離家園 但目前戰爭還未結束 也看不到止戰跡象 卻最近有破百萬烏克蘭難民選擇陸續回國 綜合美國政客新聞Politico及中國騰訊網三分亮劍近日評論指出 烏克蘭難民返國可能基於三大因素 一 重建家園 政客報導指出 烏克蘭戰爭難民估計仍有近500萬人還在海外 約有160萬在波蘭 100萬在德國 49萬在捷克共和國 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稱 另有約100萬人在其他8個西歐和中歐國家避難 美國也收留了超過20萬人 至於有破百萬人已經陸續返回烏克蘭 烏克蘭經濟部長西威里點扣3月時表示 基附急切希望為所有逃難者的返回創造必要的條件 我們需要他們回來參與烏克蘭的恢復工作和重建 二 烏克蘭戰爭難民可能遭到他國驅離 波蘭是目前收容最多烏克蘭難民的鄰國 波蘭副外交部長亞布隆斯基表示 烏克蘭難民對波蘭有利 填補了勞動力市場的缺口 目前沒有任何推動因素來鼓勵他們離開 根據臨時保護命令TDP註冊的400萬人口中 幾乎所有烏克蘭難民都是婦女和兒童 因為18至60歲的烏克蘭男性被禁止離開該國 以防徵兵需要他們 三 返家軍援烏克蘭 三分亮劍認為烏克蘭難民回國也可能是因為愛國情懷 眼看自己國家需要萌生了回國效力的想法 這對於烏克蘭而言 能解決烏軍無兵可用的困境 算得上一個好消息 如果北越在這個時候繼續對烏援助軍火 那麼烏軍很可能會直接打響春季大返宮 美國防外洩情報 俄操縱者宣稱假帳號僅1%被抓 專家認為誇大但很嚴重 新傳播科技時代 俄羅斯與中國等專制政權 試圖透過假帳號顛覆民主國家的行徑 日益猖獗 臉書 推特 谷歌等社群平臺拒播 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大量刪除假帳號 然而 美國國防部最新外流的情資顯示 俄羅斯的假帳號營運商曾經誇口 他們手中的假帳號只有1%被抓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教授李德認為 這個說法是誇大了 他指出 谷歌和Meta以及其他公司正試圖阻止這一切 而俄羅斯正在努力變得更好 您引用的數字表明俄羅斯正在獲勝 華盛頓郵報訪問的10位現任和前任情報和技術安全專家 也大多認為這份文件的說法可能誇大了俄羅斯假帳號的成功率 但他們也警告說 即便俄羅斯的假帳號只有90%而不是99%逃過檢測 這也表明俄羅斯在向不知情的消費者傳播其觀點方面比2016年要熟練得多 當時他將機器人帳戶與人類宣傳者結合起來 並通過駭客攻擊 試圖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的進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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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你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